大家好 我叫林佩俊 我的國語不好 你們進來去聽一聽 我叫 Connie 是空間設計 我在 2005 年 跟科辦成立 Corn Design 將設計公司 在過去 13 年 我們共獲得 35 個獎項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第一個得獎項目 就是在中間圖片 你可以看到這個項目是叫 一個玻璃屋 在一個服飾的單位 為什麼它對我們很重要的獎項 因為我們公司第一個項目 能夠入圍到設計比賽 就是要它去市內設計比賽 還有能拿得贏獎 那麼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大的鼓勵 很大的肯定 還有就是一個記者跟我們說 看完我們的圖片以後 他說你們其實是輸了你們的相片 因為當然我們沒錢 幾千塊自己拍完成的作品 他說我們輸了我的相片 第一名是兩篇 我很高興他這麼說 今天我打了八個項目跟大家分享 這個作品是2006年的 今天我不想說了 因為你們可以到我的網站 www.comdesign.com.hk去看一下 我會從最近的作品 就是 我會從2016年 可不可以閃掉這個 寶寶 我會從2016年 一直回到我最初的作品 最初的作品不是這個設計的項目 而是我從初中時候的畫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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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2016年 主宰的 世子國人的作品 在2015年 共取得两个奖项 就是要他去室内设计比赛 跟GDA这个Award 这个项目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客人他是一个专业的投资 金融的投资人士 他从香港到深圳 买了一个十百平米的两层的服饰单位 他找我们去设置一个舒服的隐蔽的空间 可以在里面很舒服 没有任何的压力 其实不太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这是从平面图去看 看到就是 这个是楼上的大位 这个是楼上的大位 有几个地方可以留意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我用这个日式的花园 去做这个空间的空间的效果 从大门口一直进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有一个日式的花园 这个花园能够振振人 还有就是在这个楼上层敷是这个卧室堆 堆开的地方也有一个日式的花园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刚刚从下层敷师单位看到的一个日式的庭院 为什么做这个庭院的效果 因为他原本看到的就是对面的楼 就是不好看 还有亭槽的 所以我们去加这个日式的庭院 另外第二张照片的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世界是减弱一点处理 这个平台其实是跟这个电视柜是连在一起的 厨房也有这个竹去做这个进化的空间 上层刚刚跟你谈过就是有这个日式的庭院 也是这个庭院除了声音 视觉的效果 还有他有这些流水的声音 第二个项目就是宠物医院 这个是2015年 获得这个公共空间的通胀 这个空间的背景就是有一个新开发的宠物集团 他找人去设计一个给这个动物做这个MR材 就是实力共振 就是动物做实力共振 就是动物做实力共振 它有两层的 公安三百多平米 因为香港一般很少有这么大的空间 一般是很小的很小的房间去做这个东西 他们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个性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就从做这个平面图开始 它启发我们有些灵感 因为这是做这个实力共振的房间 它有最小的空间要求 比方说这台机 这些久了最小有什么空间 可以给他们去做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想旷带走廊的比例 所以我们尽量去偷位置去做这个设计 所以看到这个平面就是不是平衡的 就是不规积的 楼上也是一样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待会再看 我会再加一点点 就是错觉的效果 就是 其实在一个3D的空间里面 其实有时候3D跟2D是 就是有一个错觉的效果 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相片是在三层的地方去拍的 这个位置是做手术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利用线 把这个长臂天花连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 第三个分享的项目就是 一个住宅 大概70平米左右 我在HKDA算是最大的长 因为它是香港最接空间设计 还有的膨胀 这个项目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件是它这个住宅 就是在海边 一般我们做海的设计 是利用这个波浪啊 南色啊 都不是我悲茶 我喜欢一点 减弱一点的空间 我选择用这个 用截止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节奏 从平面图看 去整院区体现出来呢 就是我用9.2米长的 灰色的长臂 移置从大门 这个是厨房 从工作间 一直走到客厅 然后到卧室 用一个面去连在一起 这是说这个窥室的面 同事也是厨房 同事也是工作室 同事也是这个电视柜 空间上我想再分享多一点呢 就是因为香港空间是比较小 没有这边那么大 这个平面是很很很很很一般的平面的 那它有一个一个窥室 就是两个窥室 三个窥室 两个卫生间 另外呢 就是厨房 然后呢 就是客厅跟餐厅 其实很多空间是浪费的 比方说 每个房间 它也有保留这个酒粮的空间 还有这个大概有 二平米左右的空间是浪费 是路过的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把有一些空间 比方说 书房跟这个餐厅 其实我们可是同一个空间 空间去出现的 所以这个位置是书房跟餐厅 然后呢 那现在这个酒廊浪费的空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沙发在这个位置 就是看这个窥室的长壁 那么就没有这个酒廊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窥室的长壁 工作间的门口 一次过就是这个餐厅的电视机 厨房 厨房 卧室的门 客厅的地方 还有为什么我要打通两个房间 这是第一次我在工地考察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窗很特别 因为一般的窗就是细细方方的 这个是有一点造型 我觉得如果我将它开放起来 挺好看 这个是卧室的商片 就是两个商片 第七个项目也是一个住宅 这个比较大一点 有90平米 这个项目我 我终于得到第一次金长 在2011年亚太市市内比赛 然后金长 还有在同年HKDA 可以拿银奖的一个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呢 它的briefing 它的要求是很功能性的 我的客人跟我说 那现在这里有三个房间 我要保留三个房间 还有厨房 我没有开放式 因为我要煮咖喱 所以 其实好像没有设计的空间 但是 为什么它能够打掌呢 首先 我用一道 吊起来的墙壁 吊起来的 在这个位置 除了它是吊起来 我利用两个linear 就是打行的层板 去把它吐出来 吐出出来 就是两边也不到尾的 还有有一个层板 常形调限的元素在里面 加强这个效果 还有就是 因为它本来就是 一道隐蔽的门走进这个卧室 我用这个 薄的板石头 胶板 来把它去贴 贴这个材料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从发发那边 我用一个大理石的成板 它连到书房 书房最后变成一个阳台 Daybed的地方 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空间 一般电视柜也是坐在地下的 但是我们这个空间是没有电视柜 这个电视柜就是在背后 在这个吊厂里面的 接下来 这是1.3层高的房子 每层大概有70平方米 在中国的 有什么特别呢 它就是一个没有花园的房子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项目是没有预算 应该大概十年前 我们的预算大概是四万美金完成 那么其实 其实没什么可做的 但是我们想 如果客人给我们去 有这个空间去发飞 我们去想一想 就是按这个预算 去整天去做好这个项目 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先把 中间有一些部分的场地打掉 把户外的花园引到室内里面 其实这个概念是来自 我在大学时候到杭州 苏州那边去参观这个花园 这个方法是借景 借景 对 其他空间尽量保留减弱 来突出户外的花园 因为室内我们以前去做嘛 只是刷刷白墙就行了 所以就是 其实挺 不是很大 这个空间 还有在室内方面 我也用这个方法去 遮景就是楼梯 也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卫生间 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也把这个花园引到室内里面 这个项目 在香港 九龙堂区 八十多平米的住宅 客人有一点特别 他是从美国 是回来退休的 设计飞机工程师 他找我去 去帮他做这个单身公寓 单身汉公寓 我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要哭 又可以给他去容易 去认识女孩子 还有呢 我发觉他很喜欢iPhone 他是iPhone的房子 他也有买Apple的股票 这事都成为我做设计的时候 想的东西 所以我 这个空间 还有其他客人 就是说很像 Steve Jobs在里面住 减弱 贯通整个空间 还有说 这头牛 这是我给客人的祝福 因为他买股票 所以给他一头牛 空间的活动性 活动性是挺大的 我用很多推拉门 增加空间的变化 还有在餐厅背后 有一个发光的场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 有一个维修空调的地方 这个门很怪的 有这么高 还有原本这里 有一条横梁 我用这个元素把它 掩蔽起来 这个是办公室 在2019年 拿的右翼奖 大概500平米的 有一个影视集团的公司 找我们 帮他设计 这个办公室的总 Head Office 他没有什么要求 他要有突出的个性 在这个空间 他的集团名字叫星 所以我们试试看 用这个画星的方法 从这个画星 这个连光的感觉 所以我们去做木条 从长壁天花连起来 做这个突出的效果 最后连到这个 会议室里面 这个是一个量体 这个项目我们赢得 有数个奖项 有透视杂志的最佳建筑 有APIDA的户外空间 跟HKDA的landscape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预算的项目 这个更长 只有三万块人民币 客人他是做钢铁的 钢铁 所以他有很多材料 只是你整个去把它弄好 最后呢 我们做了三根柱子 一个天花 一个长壁 跟一个bench 那是没有了 这是完成我们的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是 你可以看 它是这个量体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support 它是其他 它的工作室的空间 最后呢 我有一些东西 想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从2016年 现在一直过来 2006年 那这个是我回到大学的画画 草图 水彩 树苗 人体 这个是我初中的作品 回到很多年前了 你可以看到 我想说画画跟设计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判断力 你什么地方要突出 什么地方要散略 这是全也是从画画里体现出来的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 去谢谢我的老师 因为如果 虽然这幅画不好看 但是对我平台的意义 就是这个老师 他提防我 提防我喜欢设计 喜欢艺术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想谢谢他 我的老老师 谢谢